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7月2号星期二 大家好 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 以色列在7月1号的凌晨 也就是昨天凌晨 今天是2号 对吧 今天7月2号星期二的凌晨 40架以色列战机 从以色列全国多个机场起飞 越过叙利亚以色列边境 从空中和海上 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大批目标发动轰炸 炸毁了伊朗革命卫队 在当地的总指挥部和一个武器研发中心 关于死亡人数 现在众说纷纭 因为是昨天干的 今天得到的各种消息都不同 叙利亚那边说 平民死了4到5个 军人死多少 他没说 以色列这边认为 就是说至少是15人 他说的其中9人 是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 就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 在叙利亚第91旅的基地被彻底摧毁 那么美国和以色列认为 伊朗革命卫队在叙利亚境内 中有2万多人的一个混合部队 控制还有8万多 亲阿萨德政权的民兵 差不多就是10万人 那么就刚刚我们说 炸毁了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的 第91旅的基地是10万人武装的总司令部 所以以色列认为这是一次斩首行动 而且他认为是成功的 把司令部就给端了 不过这个东西不好说 你是把司令部端了 但是有一些重要物件不见得在里面 到底再没带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伊朗只能说吃了一个哑巴亏 因为伊朗一直不承认自己 在叙利亚有武装 他不认为他的部队在叙利亚境内有 他不承认 所以这个就算一个哑巴亏 不过伊朗也迅速的做出了回应 伊朗的叫国会的核小组 核就是核武器的核 它这个核小组就是国会里 专门管这个核的 它这个核 它现在认为自己的核 是用来搞民生的 但是美国和以色列不这么认为 反正他的核小组的委员会的主席 就是核小组的主席 叫索诺尔 在昨天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 说美国若攻击伊朗的话 那么以色列就只能存活一个半小时 也就是说 美国只要敢跟伊朗开战的话 一个半小时之内就让以色列灭国 那你想 他是核小组委员会的主席 对吧 他这么说的意义 就已经其实很明确了 就是一种核威胁 对吧 伊朗再牛逼 它的常规部队也不可能一个半小时 让以色列灭国 对不对 能够在一个半小时之内让以色列灭国的 就只有核武器了 对吧 作为核小组委员会主席 这种口吻 实际上变相就是承认伊朗目前终有核武器 对吧 就是说你今天打我 我一个半小时马上就让以色列灭国 那也就是因为你一个半小时肯定造不出核武器来 那你这么说的话 变相你就承认了你终有核武器 我觉得这种的行为非常非常的愚蠢啊 川普之所以推翻了奥巴马跟伊朗签的这个伊核协议 就是川普认为奥巴马忽略了伊朗现在 就是被伊朗给骗了 伊朗给蒙了 就是伊朗说我没有核武器 我发展核的都是核能 都是搞民生的 那川普认为呢 川普和以色列都认为 就以色列一直就认为 伊朗实际上他偷偷的已经拥有了核武器 他研究核并不只是用来发电 用来搞民生 他研究核就是要搞核武器的 那你现在国会的核小组委员会主席 你出来说这个话 你说我现在就拥有能力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让以色列灭国 你不等于就是不打自招了吗 对不对 你这样的话 你就为川普退出了这个伊核协议 给出了充足的理由 而且是你自己来承认的 对不对 因为你要是个别人也行 你哪怕派个什么发言人的 或者乱七八糟的 说完之后你可以不承认 你是谁 你是国会核小组委员会的主席 你说了就是认了 那现在来讲 那打你就什么应该的 退出核协议也是应该的 对不对 当年奥巴马跟他签的时候 奥巴马政府是真的被骗了 还是他另一个别的目的就跟他签了呢 我不知道 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奥巴马智商有点低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 奥巴马干了很多蠢事 这是其中之一 然后我们再来看 一个星期之前 以色列俄罗斯美国就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举行了一次三边峰会 现在以色列这么干 外界普遍认为 就是说在这次三边峰会上 以色列得到了美国和俄罗斯的默许 伊朗刚刚的反应出来了 我们再看看俄罗斯 俄罗斯那边第一时间就说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其他什么都没有说 美国这方面保持沉默 一个字都没有 外界普遍认为 以色列敢这么干 就是说在这次三边峰会上 俄罗斯和美国就是说不能说同意 只能说不说话了 对吧 我上一次 川普说已经子弹上膛了 枪也准备好了 马上要对伊党攻击了 马上在最后的十分钟他喊停了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为什么美国没有对伊党动手 你还记得我说的原因是什么吗 因为他想让叙利亚去做 让以色列 对 让以色列 当时我就说 我说川普这个人非常聪明 他已经算准了 没有必要美国先动手 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伊朗这么做下去的话 以色列也会先动手的 伊朗到现在没能明白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你跟美国怎么干都没事 我说的实在的 你不要说你就天天在这炸刺 你真的就是说有游船 他把游船炸传了两艘吗 你就干这个 你就真的在你国家 你搞核实验 你搞洲际远程的这样弹道导弹的实验 美国也就跟你骂吗 可能在你周边搞搞军事演习 不见得真的打你 为什么呢 金正恩 什么rocketman 火箭人没事的放个火箭 没事搞个什么核爆炸的一个实验 对不对 美国怎么着 不也就是嚷嚷 抄抄抄抄 也没有朝北朝鲜动武 但当然了 北朝鲜离中国比较近 这个原因之一 但是伊朗也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真的 就是说真的搞了核实验 我相信川普现在也不想跟你打 因为那边还有选举 对不对 但是我上次我就说了 伊朗你要弄明白 以色列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你明白吗 你搞核实验 你试试 你看以色列敢不敢打你 对吧 我上次已经说完了 现在伊朗不听我的劝 我估计他们可能听不懂普通话 是吧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他看看我的视频 他应该想一想 有所收敛 有所收敛 我当时就说了 他们说6月27号要超过300公斤 那么现在我们得到的消息 他已经超过了300公斤 然后又等于变相的承认自己有核武器 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 以我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理解和了解来讲 我不认为以色列会允许在他周边有一个仇恨他的国家 拥有一个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就让以色列灭国的能力 这个是以色列不能容忍的 那么后面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想我之前已经预言过了 而现在看来种种迹象表明 整个的这个时代发展就朝着我预言的方向去了 那么我现在的预言就是说 我认为如果伊朗就只是嘴上说说还好一点 如果他真的就是说持续增加他的核武库的库存 而且真的给以色列一种迹象表明 他在拥有核武器或者在实验核武器的话 那么我认为以色列随时都有可能动手 就像昨天凌晨的这次空袭一样 以色列是说干就干 绝不妥协 绝不手软 绝不妥协 绝对不会就是说有任何的犹豫 他会先发指于人 以色列一向如斯 你纵观以色列就是从建国团体代这几十年的历史 以色列就是这么标悍 之前可能连个预告都没有 知道吗 打完了再说 这次空袭也是 是一号凌晨空袭完了 然后发消息 告诉你 我承认我空袭了 空袭之前连个消息都不给你 干完了再说 以色列一向都这样子 知道吧 打完了咱再说 所以我说伊朗要小心 很多人说 让我预言美国和伊朗会不会打起来 我看不见得 川普因为明年要选举不见得 但是以色列我看这样子 随时都有可能朝伊朗动手了 这就是我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你这一集最应该掐会儿腰了 讲得特别准 感谢上帝吧 感谢上帝吧 我最近现在对这些东西看得越来越淡 因为打脸打的刺激多了 偶尔说对一次 我也觉得怎么说呢 运气比较好 自媒体做了一年 做久了开始逐渐的 以前我说的时代的 我没有做之前 我经常能说准 对吧 我经常能说准 所以我就觉得我特别牛逼 我觉得我应该做个自媒体记录下来 就是说我说准了 对不对 我说牛逼了 对不对 韩国瑜还一个人在面殿吃饭 没人理他时候 我就预言去年6月1号 我的预言韩国瑜能赢 川普 韩国瑜 还有川普 川普我也预言准了 对吧 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再记录下来 但是这一年记录过来之后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以前我没有记录的时候 知道吧 我光记着自己说准了的的 我把自己说不准的的就忘了忽略掉了 这一年记录下来之后 我发现我也不是每一次都准 不准的时候也挺多的 所以我现在通过这一年 我现在谦虚很多 逐渐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是 自己还不成熟 我发现主要是大方向和大事都是预测准的 就是小事可能都不太准 而且那些不准的最后发展也是错误的 他们应该向你预言的方向去发展 但是他们不断照你说的去做了就错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我现在我不应该预言太准确 像孟晚舟那个事态 其实你看孟晚舟这个事态发展到现在 胡怀之事态发展下来 其实跟我说的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就说孟晚舟不重要 真正克制华为的话 美国有更直接的方法去攻击华为 你现在孟晚舟现在其实没有什么用了 你就对吧 你现在放不放他 对美国和加拿大来讲 他现在是个烫手的山芋 你留着他一点价值都没有 甩了吧 现在又不好甩掉 你知道吗 其实一月份的时候 孟晚舟是最值钱的时候 就应该高价把它卖给中国 换点好处 现在你留着孟晚舟来 借孟晚舟来攻击华为 还需要吗 也不需要了 对不对 美国现在可以直接对华为动手 你不留着他吧 然后中国还玩命的去攻击加拿大 什么加拿大的猪肉 加拿大的贸易 还抓了加拿大人 你得到了很多的损失 然后什么好处你得到了吗 没有 然后最后你会发现 可能拖个 现在我也不敢再说细节了 但有可能拖个一年两年 最后孟晚舟还是这种莫名其妙的 就拿去跟康明卡 还有Michael去交换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发现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预言太早 那么我不应该那么早 就是预言 我应该给自己留一点负用量 让那些笨蛋的 就是说有一个时间去follow up 能够跟上来 接下来的时间是春牛逼 大家不说了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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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说说就开始吹牛逼啊 这个不好 连吹带捧的 对 还有一个捧的 还有一个捧烧脚的 本来我还没想 本来我挺谦虚的 是不是 结果你一捧了 我就开始就是 膨胀 膨胀 我觉得都有把你吹膨胀了 吹膨胀了 那都怪你 然后伊朗说 以色列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啊 以色列说 我让你天天给你打招呼 你听不愿我 听不懂普通话 你们 好吧 那今天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